魅秋劍 很想见识见识公子的收藏 从来没人见过我全部的收藏 对孙先生另当别论 孙先生 请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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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教 又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 你说还要比他更好的 什么叫好 不错 台湾剑确有天下第一剑之称 可是名气虽大 还不能成为天下最好的剑 你连剑都没有拔出来看一看 怎么知道他不是天下最好的剑 一把好剑 应该在剑鞘里面就能看得出来 这一把剑 请留步 请先生指点 天下最锋利的剑 在什么地方 你想得到那把剑 是的 我一定要得到它 不惜任何牺牲 我甘愿 愿意 请先生恕弟子于丸之罪 好吧 我问你 你可听说过官驼这个名字 官驼 先生所指 不是二十年前杀死尸汤的官驼 真是他 他手上那把剑 老夫认为是世上无敌的好剑 他在哪 他在 太行八镜之夜的白镜 白镜 白镜 李晨 派去贝马 多带点银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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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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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这么晚了 你还到哪去 太行 太行 没有官服 怎么出城呢 什么官服 我就是官服 我要走就走 谁敢拦住我 亮珠 你替我好好伺候老夫人 我就回来 走 你们看 谷够不够勇武啊 千岁神威 你们要在姑的关上香上一颗宝玉 遵命 其奏军头 夏侯威潜逃出城 不明去下 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 听位 听位 陈子 你立刻派兵封走各路 把夏侯威替库抓回来 遵命 你们替库把这幅画统统给我图成猪色 你们替库把这幅画统统给我图成猪色 你们替库把这幅画统给我图成猪色 这幅画统给我图成猪色 不应该有什么 没准备 我还没准备 你再门 你不想说 你俩人 这些人 这些人 不是 你不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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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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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裳 吱哑 回去告诉韩颜 我到太行白镜有事一定回来 你听好 我家里他最好不要去骚扰 不然的话我回来不会放过他 快快来招呼这几位客官 快来招呼这几位客官 好 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你可知道官驼这个人 官驼是一位隐士 二十年来我们只听见过他的名字 可就从没有见过他的人 至于他隐居在什么地方 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往上走 好 姓官的究竟住在哪里 你们 你们 走 好 好吧 那就该做什么 鼻子 这是什么呀 你不知道啊 我碰到好几个强盗 强盗 准是强盗 手里都拿着剑呢 你手上不是也拿着剑吗 那不同啊 东西都给我准备好了 那还用问吗 我去给你拿去啊 干什么 想跟我比剑 你这把剑还真不错 废话 要不然敢成天下第二剑 为宝哥 为宝哥 使不得 使不得 这位客官 只不过想欣赏欣赏你的剑罢了 要不看你的面子 我今天给他好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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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小姐 你看我的身手还不错吧 身手 你又带着这把东西下山 待会儿我爹主要骂你 你不知道 我要是不带这个家伙 那可咋了 为什么 有好几个强盗 你没看他们那副凶样子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后来又像上次一样 你三下两下的 就把他们给打跑了 这次可没有 他们一直跟着我 一定是那边强盗来了 我去看 卫宝 你跟小姐去 把你的剑放下 你们找谁 关头 关大侠 你们是 不能告诉他们 这没这个人 慢点 我不是说没有这个人吗 在山下这位小哥已经告诉我了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 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们 说我们主人是关大侠 我们既然来了 我看还是麻烦小姐去通报一声 就说正义下火威专程拜访关大侠 那你就告诉他们 那你就告诉他们 说我不在家 上山采药去了 不知道哪天才能回来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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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去